小闺女 拍照 不愁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马哥 今天是周日啊 听说最近有一部动画片 叫哪吒 非常的火 今天有时间去陪老婆孩子去看一下 看我镜头 看这个小眼神白了我 到了 听说这个电影老板人了 回来了朋友们 赶紧去买菜做饭吧 都有点晚了 菜买回来朋友们啊 由于今天回来的比较晚 所以呢咱们就简单的炒个菜 我看见市场上有一个卖那个烤鸡价的 特别好 很新鲜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好多朋友们对这个烤鸡价可能不熟悉啊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是属于那种熏酱的 味道特别好 特别适合下酒吃当零食 今天炒的这个豆角啊 也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 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这种豆角啊 这种扁豆角 特别扁的这种 那么这种豆角啊 在农村我们也叫猪耳朵 因为你看它跟那个猪耳朵长得有点像 这种豆角呢 切成丝和猪肉一起炒 和辣椒一起炒都特别好吃 今天咱们就和这个猪肉一起炒 猪肉切成丝以后啊 腌制一下 放点料酒 生抽 放一点盐 十分钟即可 一锅倒油 放个八角 放个干辣椒 放入螺丝 葱花放 倒入豆角丝 一点蚝油 少放一点水 让它熟得快一点 闷上一分钟 放一点盐 出锅 这道菜其实可以放一些辣椒 因为我老婆和孩子都不能吃辣椒 所以我就没放 喜欢的朋友可以家里 开饭了 我怕今天的米饭不够啊 买了两个饼子 买了四个我媳妇最爱吃的这种小酥饼 咸的 还有中午没吃完的剩菜 我打死了吧 吃饭快点 吃饭快点 你吃这纪五价纪五价好好吃 新酱的 这个是最适合下酒 四块钱一个 四块钱一个 嗯 嗯 嗯 你咋不够了 嗯 你咋不够了 没酒啊 这玩意儿要为我吃 多大便 好 多多半一半呗 可以 吃完不够了 米饭不吃了啊 那给爸爸吧 到里边 他用一个炒口鼻子 吃吃吃 他挺信不信你吃呢 这个挺不想我 美娅 挺好吃的吗 这个腻 没有皮 这块皮是最入味最好吃的 你不要点烫啊 你不要点烫啊 你不吃点菜吧 我吃菜 我吃了 好